TOW 剛剛介紹完這個超哥的手錶 超哥要跟我買這個16688的 黃金大遊艇 超嗨 現在來講TOYS TOYS的話我也認識 就是全上之前 紅流量很高的時候 都剛好出一首歌 香港愛 剛好是台灣最紅的直播組 TOYS是來自香港的 多少錢 這首歌三分鐘 給你六萬六台幣 他就不回來 可能有點太少 侮辱我啊 我TOYS欸 開玩笑 沒有啦他主要也是說 他對吃比較了解 他對歌比較不了解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評價 他是這樣講 我自己也會拍一些美食的 當網紅就是要把難吃的點 他好吃的點也放大 他做的是沒有錯 說實話 對啊 我也會說 啊幹那怎麼那麼難吃 像他說海膽 我覺得很合理啊 要找好吃的海膽很難耶 你有吃過好吃的海膽嗎 有 你有吃過 那比較貴的餐廳嗎 好像是 那針鮮吃的海膽都臭臭的 海膽海洋的味道 如果不新鮮的時候吃 就會有點腥臭味 他覺得不好吃 可能真的不好吃 只是他把那個點放大 我一定要幫TOYS講話 因為我覺得他打得太誇張了 跟朋友在打架 不可能打成那樣 你們到底有沒有看到照片 你們網路在那邊超派超派 你們沒有人看到照片嗎 那照片超噁爛耶 頭都凸掉 然後逢十幾針吧 那提到三人未遂 我回過耶 因為他往人的要害去打 而且也不是什麼超派鐵拳 他就圍毆的嘛 對啊 一堆人圍毆嘛 當然有很多有錢人附近 總是圍了一群 一群 一群朋友 你知道嗎 感覺是十幾個人打 一個人 然後都往要害打 我覺得很太over 那照片不能給你們看 謝謝